那个独自登上高铁的背影 打动了多少人的心灵 感谢你们白衣之家 慷慨逆行 感谢你们为武汉拼过命 去年2月的一天 武汉协和医院接受了 大量危重症患者 麻醉医生林楚廉 毅然加入插管小分队 之后 他不仅通过微博呈现 抗疫一线最真实的现场 更运用专业知识 开展健康科普 4.8亿次 被阅读的 正是我们携手走过的一年 3月5日 一张照片被人们转发了无数次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7岁的上海松山医院 原厄医生刘凯 陪伴着病床上的87岁老人 沐浴在夕阳下 一轮暖阳 两个身影 目光是同一个方向 人坚持的 由你 真好 这一年 我们的微博 被各种色彩刷屏 天石白 橄榄绿 守护栏 志愿红 平凡的人们 给了我们最多的感动 我想起了那位误打误撞 滞留在武汉 当上武汉第一医院保洁志愿者的大连小伙 江文强 他的乐观与热情 让我们相信 平凡的你我 同样可以成为英雄 因为你 我们都叫大连 我想起了 连续六十天 每天二十四小时 给业护人员送餐的武汉烧烤店老板 就被吻 在微博上 他写下了一句句朴素的话 他们去吃的 我就送他们吃的 鸡汤炖好了 明天就送 疫情过后 一位网友 专程来到这家烧烤店 他在微博上写道 人总要仰望点什么 向着高远 支撑起生命和灵魂 这一年 我们也被中国素 刷屏着 在微博平台上 无数网友 用云尖宫的目光 注视着火神山医院 与雷神山医院 在十多天 从无到有的过程 还为工地上的 小叉车 搅拌车们起名 共同见证了 中国建筑 创造的世界奇迹 在火神山交付的同一天 两座医院的内装项目 总指挥 刘成的儿子出生了 微博网友们 又发起了 为火神山宝宝 争名的活动 最后 孩子娶 为名菜 名就是名记 看 就是火神山的火 与山 让我们铭记那些 忽悠武汉的建设者 铭记每一双 伸出的援手 那么 我们也把敬意 送给那些记录者 去年 微博联合央视新闻 与东方时空 发起了武汉日记 短视频政绩 在这其中 有一边做志愿者司机 一边用视频 记录武汉的影像创作者 林文华 也有拍摄了三部纪录片 用真实影像 还原中国抗疫真相的 日本导演 朱内亮 以及更多 在危险中迎难而上 记录抗疫精神 传递力量勇气的人们 这一年 值得致敬的面孔 有太多 值得记录的故事 有太多 在疫情最严重的日子里 每天都有超过两亿用户 在微博上分享 161亿次信息 小小的微博 凝聚起了大大的向心力 更让人记忆犹新的 是微博 联合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 与政务部门 协通打通患者 就联通路 上报有效求助信息 仅四千条 肺炎患者求助超话 构筑起了一条 爽无傲相助的生命线 在这其中 一定有你贡献的力量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这方寸之间的广阔天地 都有着我们最生切的共同 走过这一年 我们都成长了 学会了坚强 懂得了感恩 而此刻 我们怀着最朴素的心愿 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这让我想起了 张文宏医生在微博上 被广泛转发的那几句话 东将近 春可期 伤和无恙 人间皆安 微博里的故事 常常是平凡的 但微博的力量 始终都不微博 让我们致敬那些 普通而响亮的名字 让我们记住那些 平凡而深情的故事 今晚 这些在微博上 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榜样代表 也来到了我们 微博之夜的现场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们 让我们欢迎张继仙医生 钟明医生 林楚年医生 刘海医生 让我们欢迎中国建筑男长 汪石峰 刘成 让我们欢迎邱贵文 蒋文强 林文华 竹内亮 他们是微博之夜的 新空里最想要的新城 让我们现在全场起立 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他们 朋友们 他们当中有抗议功臣 医务工作者 原恶建设者 媒体记录者 普通志愿者 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 像他们一样 一无反顾的身影 才最终凝聚成为 我们可歌可泣的 抗议精神 伟大的中国精神 欢迎各位 再次掌声 响起送给舞台上的美美 接下来我们也要掌声 有请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 党组书记姜薇 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委网信办主任 叶阳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两位将送上象征着敬意的鲜花 表达我们对于各位的敬意 欢迎两位 感谢各位的致敬 请坐 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点赞人 我们一起来回应留念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点赞人 谢谢你们 我们集中到一起再拍一张吧 来 好 面向镜头 此时此刻 你们是当仁不让的C位 谢谢你们 辛苦各位 辛苦各位点赞人 谢谢 朋友们 请允许我特别为您 介绍这一位 这位如果您对他的事迹 有了解的话 应该非常的清楚 他是我们抗疫战线上 排头兵当中的排头兵 那就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的主任 张继先医生 欢迎您 欢迎您的到来 他的心理永远只装着患者 一心扑在疫情防控的事业当中 患者们亲切地说 看到他在床边 我就有了活下去 生存下去的希望 今天面对这么多的观众和网友 您有什么心情是特别想表达的 这个事情有一年多了 当初的那一幕 也永远在我心里博不去 在此我觉得 我要非常感谢 微博 它能在大家最需要温暖的时候 与大家分享温暖 同时也非常感谢网友 给我们的 鼓励和支持和支援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如意不单纯 是给我的 也是给所有支援我们 给我们支持的 所有的网友的每一个人 谢谢大家 但是谢谢张医生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像张医生这样 一直奋战在一线的抗议英雄们 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